哈喽 伙计们 大家好 今天是下午 17点03分 刚求个快递 我一看这个快递 是那个啥 玉米笋 玉米棒的 我就赶紧拆吧 必须在这拆一个 之前头两天 头两天拍了个玉米棒的 上了热门二两百多万 一百多万都骂我的 哎呦我的妈 这家伙叫人骂的 都不行了 拍个封面 就是一百多万都是骂我的 咋骂的啊 我家这个都是什么 牛吃的 驴吃的 要不喂猪的 要么还有说什么 我吃我要吃我爷能一棒的打死我的 就干啥都有 两百多万的播放量 一百多万骂我的 这叫我给大家普及一下啊 跟我一起读 这叫玉米笋 一玉玉 摸一米 斯文笋 玉米笋 在南方啊 他们有好多人 就是用它来炒 炒着吃 还有煲汤都用它吃 知道吧 我说回到 回到小时候的味道是什么呢 就专过那个 那叫什么 煲米 包米地 就是这种味道 知道吧 农村人能体会到 这叫玉米笋 这不是那个 我能让人家弟弟偷一下 还有我货害粮食的 那那专门卖这个东西呢 知道吧 专门卖就是 玉米笋啊 别再跟我似的 跟个土脑貌似的 我这祸害 我这幼的 猪吃的 牛吃的 喂罗子的 喂马的 哎呀我的妈 赶紧 我就赶紧再买个澄清一下 我自己 哎呀妈 真没骂了 马上就没了 说实话哈 我觉得跟这包米没啥区别 我这次买的 比上次有点老 因为我上次的嫩 我上次买的特别嫩 哎 都是这样的 这次有点大了 有点抖 要去 吃了我一腿一车 一腿全都是包米虚的 这个包米虚的是 这药材 可以什么沥尿 我听他们说 都是在评论区看的 评论区的宝宝都 都老厉害的 啥都知道 还有让我吃包米虚的的 玉米笋 说白了我也感觉就是小玉米 但人就管这个叫玉米笋呢 可以食用的可以吃的 就不等它长大了卖 就是直接这么卖的 就不等它长大了卖 就是直接这么卖的 怎么解释完了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听懂 反正我自己也吃完了 再会吧宝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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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